今天这期视频看完后 我认为你会感慨颇深 因为咱大伙呀 都是人 只要是人 那咱们就都有情 不管变得如何冷血 内心总有软弱的一处 在韩国吉州岛上 吉州南奈是这岛的海女 她一生过得平淡无奇 可却有病毒坎坷 她询问自己的孙女慧智 天空宽阔 还是大海宽阔 天真的小女孩 大海当代是说天空宽阔 和奶奶却反驳说 大海被天空管阔 慧智的父亲在很久以前就去世了 从那之后 母亲也就将慧智留给奶奶照顾 从小的陪伴 导致慧智对奶奶的依赖 胜过母亲 甚至 她对母亲的感觉都是朦胧的 可原本和谐幸福的生活 却在一次清晨破灭了 因为奶奶带着慧智到吉日上采购 可以回头 却发现慧智不见了 无论她如何寻找 都没有看到 孙女的私中 让奶奶有声无助 她拼了命地寻找 可这无疑 就是大海落针 奶奶所能做的 就是不断传播寻人启事 而这一寻 就是12年过去了 和海女的工作 就是下海 大海的缘分 让季春奶奶的皮肤变得粗糙 吃剧孙女的失心之苦加上外地 让季春奶奶变得格外的藏藏 除了寻找孙女之外 季春奶奶做过最多的事 就是对着大海 其中孙女的回归 或许 这奶奶的前程吉福 上苍 感受到了 在城里一位刚刀鼓完一场仙连套的少女 看到了牛奶瓶上的玄人启事 而这位少女的名字 正是慧智 她先前 总为一群胡奔勾佑 干着违法的勾当 直到看到这条学人启事后 慧智的思绪 回到了以前 而奶奶很快 也就收到了警局那边的通知 慧智 已经找到了 当亲眼看到面前那早已陌生的孙女 奶奶的双眼 正在逐渐的失论 这是她盼望的十二年的孙女 这十二年来 谁知道她有没有吃苦 当年慧智的消失 其实 这母亲偷偷将她带走了 而如今 母亲早已逝去 慧智 就成了流落街头的少女 如今 她终于回到那久违的故乡 可是村女的人 都认为慧智不像从前那样活泼 她总是心事重重 并且不断地电话亭 和他人沟通 昨晚村女的人 不是一次两次 跟奶奶提到慧智变了 可奶奶 才不管他人的说法 这十二年来 天知道自己的孙女 吃了多少苦 现在既然回来了 自己 就得好好照顾她 所以奶奶让慧智 开始去读书 并且特意找了一位美术老师 给慧智补习 因为奶奶还记得 小时候的慧智 是最喜欢花花了 人生酒 好烟 等各种奢侈品 为了就是希望美术老师 可要好笑的慧智 甚至为了慧智 她同意了开发商的老房子收购 原本不管开发商如何出家 奶奶都不为所动 她认为 如果把房子卖了 那慧智该如何回家 但如今慧智早已回家了 奶奶明白 想要让慧智过上好生活 但最重要的东西 已经不是曾经的管爱 而是金钱 而一直处在忧郁中的慧智 其实是因为成立的事 才会了结 因为她会犯法的事 做的不在少数 最正之所以会想到 回奶奶家 其实也只是为了逼逼风头 对于奶奶的感情 慧智 其实早已没有多少可言 导致需要一大笔钱 但解决这些关系 并且慧智在城里 最要好的女性朋友 咪咪也被用来威胁 那些胡奔勾佑 都在敲诈慧智 所有的压力都让慧智 有点喘不过气 所以 她想放弃美术补习 因为 她自己认为她不是这块料 可其实 她的天赋非常有益 美术老师在得知 慧智想要放弃美术时 突然对她说道 你活得那么累 你以后的人生还咋办呀 有人说 一幅画可以表达出 自己的感情 美术老师 也遭一种画中 看出了这位少年的凄凉 因为慧智 从不会画有光的图画 不是不会 而是不愿意 她遭一像黑暗中的边缘人一样 不配见到那充满希望的曙光 和那些人生旧 等归重物品 老师最后 也都全部退还 很快 就到了岛上 正在举行 祈福仪式 所有人 都可以找龙王许愿 而其实奶奶不久 大福塔贵 所有的心愿 都是为了自己孙女慧智 可这一切慧智 并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因为她现在一心所想的 就只有钱 她需要钱去救自己的同伴 所以奶奶卖掉老房子的钱 就被慧智给盯上了 可最终慧智 她就放下手来 她真的非常犹豫 慧智的反常 其实在很早之前 奶奶就已经感觉到了 两人自从相见后 其实就根本没有 怎么进行交谈 反倒是奶奶 自己一厢情愿的 不断付出 她总认为 是自己亏欠的孙女 所以 在一次海边 她突然询问孙女 到底是天空宽广 还是大海宽广 可这次的回答 却依然是天空宽广 奶奶思路意识到了什么 但她只是笑着说 你真是长大了 虽然奶奶并不知道 慧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她只告诉慧智一句话 你的人生 还有我 任何人的心中 都有命门所在 缺乏关爱的慧智 以前不知道多久 没有得到家人的照顾 原本对奶奶冷淡的感情 也在此刻 终于开始发生改变 她之前想要放弃的美术 也重拾二回 并且化工 土匪猛进 但是有一件事 依然没有发生改变 那就是有光的话 她还是不碰 但起码现在的生活 终于开始步入了正轨 和谐温馨的场面 正在慢慢出现 直到一位中叶男人的出现 这一切的美好 全部都吃力破碎 其实这位男人 总是慧智的亲生父亲 而慧智也不是慧智 当年母亲将慧智偷偷带走后 就嫁给了这位中年男人 对方也有位女儿 名叫恩西 慧智跟恩西讲了好多好多 关于还倒有事情 可是这一家子 在一次出门中发生了车祸 慧智和母亲都纷纷丧命 唯独恩西和男人 存活下来 为了得到高高赔偿 男人将恩西的名字 传改成慧智 然后前后的她 就跑回家了恩西 如今 她找到的恩西 还是想要一笔钱 虽然她知道恩西没有钱 但她只要寄存奶奶 有钱 很快恩西 就需要到时候参加花花比赛 可在离开前 她早已将存折偷偷带上 并且 在时候和父亲交接 但这或许 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了 而仅剩了钱 恩西需要去营救自己的朋友 但这一次谈判 却并不顺利 导致恩西差点出事 好在海岛上的一位同学 早就发现恩西的异常 一路跟随 并且及时报警 一切的真相 一切的事实 在此刻终于曝光 当寄存奶奶知道 恩西不是会智的时候 她的眼神仿佛变得空洞起来 她不断地大喊 我的孙女到底在哪里 而恩西的命运 最终还是需要得到质态 通过新交易诈骗 并且伪造身份的罪名成立 她被判出有机徒刑 只要出以后 她默默地在一家超市打工 因为这辈子 都不会再和寄存奶奶 有任何交集 可海岛上的叔叔 却找到了恩西 并告诉她奶奶失踪了 别人或许想不到奶奶到底在哪 但恩西 却有预感奶奶一定来的 在那个世纪 自己知心的追逐地方 市场 不出恩西所料 常常的奶奶 在这里已经游荡了好几天 当她见到寄存奶奶的时候 她依然选择欺骗 她 失回去 而这一次的欺骗 不同于第一次 因为恩西 早已将寄存当成了奶奶 原本贩卖的房子 就经过开发商的同意 他们又一次回来 害到大叔和恩西 想要陪奶奶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哪怕阿兹海默症越发的严重 奶奶依然不忘一句话 大海比天空广阔 而为什么呢 因为大海 总是拥抱天空 奶奶在精神正常的时候 跟恩西留了一段语音 开头 是自己银行卡的密码 接下去 就是说自己的情感 她其实早就猜测过恩西的身份 对于恩西 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抱着什么情感 原先或许只是出于弥补代替的感情 可直到奶奶看到恩西在12参赛的话时 她终于明白 恩西 也是自己的孙女 因为那是一张有光的画 画中是海女寄存奶奶 牵着恩西和慧智 在大海中常游 恩西 就是奶奶的孙女 奶奶一辈子喝海水生活 她最希望的是 就是恩西可以持有生活 她快走了 恩西该咋办呀 任何一位长辈的临终前 或许都有这个问题 仿佛后辈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可命运终归都有结束 寄存奶奶 还是离开了 可她的出现 却拯救了一位女孩 而不 是她的自己的孙女 片名 寄存奶奶 我们长大了 我们成熟了 我们有能力保护自己 也有能力守护家庭了 可惜是在长辈眼中 我们永远都还是孩子 永远 都是需要他们守护的对象 时间飞逝 转身即逝 我们才刚上路 可或许 他们已经快走完自己的路途了 我是少年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